大事了,余岛迎来史诗级巨变,潘总昨夜决定加入掉余岛 梧桐对此隐而不宣,放出口号,不跑路,不卖号会更好 进度已达90%,本周日晚8点大结局 而另一面的平头,更是三间七口 但偷偷地告诉了他的铁粉,潘总是花了大几百个拿下梧桐的武装加盟余岛 然后雪山的其他老板和号是不动的 但可能会运走一到二只进台善恶和一到二只地厅 如果平头所言非虚,那对余岛来说,简直是九汉风甘霖 众所周知,余岛现在最缺的就是高质量的宝宝 虽然昨天余岛已经更新了两只12技能进台善恶 但对今年尚未夺冠的余岛来说,还只是杯水吃心 而一旦有了潘总的加盟,余岛极有可能会重新回到夺冠任门 因为潘总的实力在雪山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能叫百姨水雪山服战队的人自是不凡 不过潘总最后到底是不是接手梧桐的花呗武装 从水友们的看法和梧桐的态度来看 目前两说,大家主要替潘总最担心的是 过去了余岛如果玩了冷门门派 就等于是过去送福利了,给其他人专门套宝宝的 不过在这我也说下自己的看法 先说结论,潘总99%接手的是梧桐的花呗武装 因为按照目前鱼岛的老板情况来看 墓里门派有逆哥的施陀林波,花果山,逼哥的大唐 法系有伦总,这几个位置基本都是鱼岛的核心代表 不会变动,而其他的辅助门派 华生霸总刚换,普陀是天总,门派废了 女儿兄总,地府锤哥是元老,主打就是养生 基本也不会动,而潘斯的肌肉哥和梧桐的武装 应该是潘总的选择项 但就梧桐目前这个负债情况来看 从人性角度来说,梧桐的武装被潘总接手的可能性最高 所以,评投这一次说的可能都是真的 那接下来的最后两连武神坛就精彩了 好了,哥哥们,你们觉得潘总会接手梧桐的武装观吗? 快来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吧